我们开始来讲解习题 第一个可以看到125页的范例6 那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那它有A跟B跟C三个反应物 那研究这三个反应物对速率的影响 第一个问你求速率定律4 那我就假设R就等于常数K 那跟A的浓度还有B的浓度还有C的浓度 假设分别是M次方 还有N次方还有P次方 还有成正比MMP分别是几次方 那怎么看呢 它的实验一定有控制变因跟操纵变因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图形图1 图1的话A跟B不变改变C 那改变C呢 所以我们有图1 那它这一个C的浓度 从1变成了2 那我们看到它的反应速率从0.4变1.6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 这一个 我们这一个 这个就是A和B固定不动 那研究速率跟C的关系 那所以这一个 R正比于C的 若干次方呢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 1.6 比上0.4 反应速率比1.6比0.4 那等于呢 这个C的浓度是由2变成1 有1跟2 1跟2 然后若干次方 假设是P次方 那这个是4倍 所以呢是2的平方 所以P等于2 所以对C来讲 它是2级的反应 那看到这一个 看到这一个图2 那图2呢大家看到这里 可以确认一下 它是1.2 它这个呢是 A的浓度不论怎么变 它反应速率是固定的 那这个就不用再写 R呢 就正比A的 A的浓度不影响速率 所以正比A的0次方 那再有图3 有图3 那图3可以看得出来 当A跟C的浓度不变 所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反应速率跟B 是几次方乘正比 假设是N次方 那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反应速率这里 B的浓度从1 变成了2 那反应速率从0.8 变1.6 所以1.6 除以0.8 反应速率比就是浓度 浓度是1 变成2 2比1 挂号N次方 所以刚好是2倍 所以N等于1 所以就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呢 第一题的答案 第一题的答案 R呢 就等于常数K乘上 这个A是0次方 不用写 所以B的1次方 C的2次方 这就是它的答案 好 请看到第二题 那第二题 那第二题 这一个 呃 容器的体积有2公升变1公升 那反应速率变成原来的弱干倍 那假设它的速率呢 呃 从R 变成R' 变成R' 所以我们 这个R' 比上R 啊 你注意2公升变1公升 所以它的浓度是变2倍的哦 所以呢 这个R'比上R R'等于K 我们第一次已经解出来了 所以原本的浓度呢 原本的反应速率就是K乘上 假设原本的浓度就是B跟C 那现在呢 体积减半所以浓度要变2倍 所以R'它的浓度就是2B C的浓度也是变成2C 平方 所以当你把这些都消掉之后 2乘上2的平方 所以是等于8倍 所以反应速率呢 就变成原来的8倍 那我们再继续哦 看到底下的类体 类体6 那这个类体6呢 大家如果也可以自己做 先直接把它快转 如果假使你觉得很简单 你就把它快转 那实在是继续把它讲一下 他说这个类体6是这样 有反应物是A跟B 那产生C 那它你看到这个图形 它这个图形是这样 它这个横走是A的浓度 那A的浓度呢 的变化对速率的影响 那么你就是要控制B的浓度固定不变 所以在这里有两个 两个系列 一个系列呢 是当B的浓度是0.5的时候 B的浓度固定0.5 那研究A的浓度对速率的影响 这个第一个是这样 那这个蓝色这个线段呢 是B的浓度 B的浓度固定1 那研究A对反应速率的 C的反应速率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求速率的时候 然后我就假设 反应速率R 就等于 这个常数K 乘上A的 X次方 B的 Y次方 那把X跟Y解出来 那你如果要知道 A是几次方 你就控制B固定不变 所以我第一个 由 由这个 固定 比方说 固定 这个蓝色这一条 鞋子线 固定 B的浓度 1.0M B的浓度固定 那我就可以知道 说A的浓度 对速率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C C呢 是怎样呢 这个C的反应速率 B 浓度固定1 所以当 A的浓度 从0.1 变成0.2 从0.1 变成0.2的时候 你看它的反应速率 C的反应速率 从0.4 0.04 变成0.08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 这个C 正比于 这个A的 X次方 所以呢 你把它带进来 0.08 比0.04 0.08 比0.04 它的比例呢 A从0.1变0.2 几次方呢 X次 那这样刚好是2倍 所以X就等于1 那接着呢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你怎么固定A的浓度 你如果要知道反应速率 跟B是几次方 你就要固定A的浓度 那所以我现在呢 就 这样子 在这里 这里 A的浓度 你看这个横走 是A的浓度 所以我呢 比方说把A的浓度固定下来 固定是0.2 好 所以呢 固定 A的浓度 是0.2m 那我如果固定A的浓度 是0.2m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这样 B的浓度 是0.5m 变成1m的时候 反应速率 从0.02 变成0.08 所以你把它带进来 反应速率RC C的反应速率呢 就是正比于 这一个 B的浓度的几次方呢 那把它带进来 这个 这一个 B的浓度 B的浓度 0.5到1 那反应速率0.02 变成0.08 所以0.08 比上0.02 等于呢 这个B的浓度变化 从0.5变成1 B Y次方 那这个 所以4 就等于2的2次方 所以Y等于2 好 所以这一题呢 R R 就等于常数K C的反应速率 就等于常数K 乘上 A的 A的1次方 B的2次方 这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 问你速率常数是多少 那既然已经有了 有了这个方程式 那你就找一个数据带进来 你就可以 求你的这个 速率常数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我就带一个 带一个这个 比方说 你就你就找一个点 比方说 那我找的时候 我就尽量找比较好带的 比方说这里 A的浓度是0.1 A的浓度0.1 A的浓度0.1 我带这个 好了 那油 A的浓度 0.1m 那0.1的这一个 那B的浓度1m 那C的反应速率 这个点 对过来0.04m 每秒钟 所以带进来 0.04m 每秒钟 所以带进来 0.04m 每秒钟 那就可以解K K K呢 这个1的平方也是1 0.1 除过来就是0.4 那你注意 这个M一次 两次三次 所以这里一次减三次 还有M的 -2次 然后呢 单位是秒 好 那这一题呢 就是 0.4 这样子 0.4 K的浓度 就0.4 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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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率常数0.4 但是你注意 这个单位一定要付 速率常数 他一定要标示单位 他纵使没有写 你一定要标示单位 因为这是一个重点 好 那我们再去看下一题 下一题 下一题呢 零级跟一级反应 他的特征 零级一级反应的特征 再讲一127页 大家看到 那这一个呢 这个有A 然后分解变成B跟C 那A的浓度 随时间的变化 那这个通常我们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就是 直接观察A 他这个刚好好像套好招一样 这个呢 每次的经过的时间都是 10秒钟 那每次经过时间都是10秒钟 那我们看一下 那他怎样呢 他的浓度是等差还是等比呢 每次都是减0.24 所以他才能等差 他才能等差 所以这个反应呢 就是零级 反应就是零级 这样大家OK 也就是说他的反应速率是固定的 每次经过10秒钟都减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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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反应速率是固定 R就等于常数K 那乘上A的浓度的零次方 所以那是等于常数K 这是零级 那速率常数呢 就是速率常数 他的速率 所以第二小题 K就等于多少 就他的反应速率 反应速率怎么算呢 就单位时间内浓度的变化量 那你就取 你取0到10去算 或者是10、20 20到30都可以 那速率是固定的 所以我就取0到 去0到10秒钟来计算 所以经过的时间是10秒钟 浓度变化呢 1.28 减 你要莫减前 再取一个负号 那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就直接 前解莫就好 好 那等于多少 然后这个就是0.24除以10 0.024 每秒 这他的速率 第三小题 经过50秒后 他的浓度是 多少 那这个是这样 这题呢 如果说他 因为他已经 时间已经给你到30秒 所以你到50秒 再写两个就到了 所以这个题就 比较简单 直接你这表格 把它延长一点 0.40 50 那每经过10秒钟 就减0.24 所以再减0.24 变成0.32 再减0.24 0.08 所以这答案就是0.08 这是一个 应该是最快的 那这一题是这样 他如果 另外 因为他如果说 假设他这个 搞了100秒都还用不完的话 那他如果100秒呢 那请问浓度是多少 那你这样一个一个一个 要一直写 的确是比较麻烦 所以你也可以用算的 那算的你要怎么算 你就假设 是50秒 A的浓度 是x 那因为他是0级反应 反应速率是固定的 所以我就说 所以呢 这个反应速率 R 就等于常数 k 就等于0.0 24m 每秒钟 那等于什么呢 50秒 那我就取 比方说 0到50秒 0到50秒 所以他经过的时间 分之浓度变化 就是他的速率 再强一调是 因为他的速率是固定的 所以把它带进来 时间50秒 然后呢 浓度变化呢 假设50秒后 是x 简叫粗浓度 1.28 再取一个负号 那这样 交叉相乘解x 一样等于 0.08m 如果说他 这个 时间很长 那他问你浓度是多少 那一个一个一个算不方便的话 你就是 代公司来算 这是第7 那他底下这个 类提7 类提7 我们一样 来讲一下 那这个类提7 是这样子 这大家可以先做 做一做之后 你觉得 有 不会你再回来 看老师的讲解就好 那这个 他说 x 然后呢 他是反应分解产生Y跟Z 那你看到 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这个好像 又是每次都经过 20秒钟 那每次如果经过20秒 他的浓度是怎样呢 2 1.6 1.28 1.02 很明显到都乘以几倍 他这个 这个是乘 0.8倍 那换句话说这个乘的是 乘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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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很明显 这个怎么说 我们说这个 有 经过的时间相同 然后浓度乘等比 有减0.8 或者说经过的时间相同 美金20秒 这个 浓度变化率相同 浓度变化率相同 都是消耗了百分之二十 所以 我 一集 反应 这第一个 那他如果 要你算出来 不能只是用讲的 要你算出来的话 那我们这一个 或者 或者令解 我们就是平均速率法 如果这个要你计算 这个如果要你计算 不是要你直接有讲说 你用看的就看出来 那请问你用算的 你算出来 为什么它是一集反应的 那我就用平均速率法 也就是说R就等于常数K 乘上X 那几次方不知道 那等一下我在 算平均速率法的时候 那我就把某一个 时段的平均速率带进来 那他这个浓度呢 就带平均浓度 注记一下 这个R呢 就是我的平均速率 就是某一个 某一个时间之内 它的平均速率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一段时间内 它的平均浓度 这叫平均速率法 那你比方说 0到20秒 0到20秒 那它的 平均速率呢 R 就等于经过了20秒 那 那它的 单位时间内 浓度变化 2到1.6 所以浓度变化 0.4m 好 这个就是它的 平均速率 就等于常数K 常数K 乘上了 你注意 这个要带 平均浓度 那平均浓度 那平均浓度就是 0到20秒的平均浓度 那我们这里的平均速率法 就是粗浓度 跟末浓度 加起来 除以2 好 这是你的 0到20秒 那接着呢 再用20到40秒 20到40秒 所以R 就等于 它的平均速率 20到40秒 的平均速率 就是浓度变化 除以时间 那时间一样是 经过20秒 浓度变化 1.6到1.28 所以这里是消耗的 浓度变化 0.32m 所以常数K 乘上 一样是 平均浓度 20到40秒的平均浓度 所以是1.6 加1.28 好 那这两次 一二两次 那一二两次 你两次相处 一二两次相处 那你就可以把K 消掉 解M 所以M 解出来是1 所以它是一个 一级反应 那接着呢 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你再把这个 数率常数是多少 因为你已经知道是一级了 所以你就带 带进来 就把K解出来 M等于1 带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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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个 0.4m 所以20秒 再等于常数K 乘上 刚刚这算出来 一次方 这个是2加1.6 3.6 除以2 1.8 对 1.8把它除过去 所以K 就得到答案 约等于0.0.011 你注意单位 那单位原本是 浓度的什么呢 浓度的1 减掉总级 那因为刚好是1级 所以浓度就是0次方 所以这就秒分之1 注意它的单位 那以上是我们的席题的部分 那接着还有最后一个小点 就是半生期的应用 这里 那半生期的应用 我们要讲什么呢 就是核衰变 核衰变 那请看到讲义127的这里 127的这里 我们说这一个放射性同位素 放射性同位素的原子核 那可能会自然衰变 那自然衰变 那可能会衰变出 α、β、γ α、β、γ 它衰变 我们说有放射性 就是放出α、β、γ 那这个呢 α是什么呢 α是氦原子核 是氦原子核 所以它的表示法是这样 H1二症 是氦原子核 β是什么呢 电子 从原子核放出电子出来 那干嘛呢 是电磁波 那这一个 这个我们核衰变 它的半生期是固定的 比方说碳14 碳14每经过5730年 那它的放射性的强度就会减半 它的碳14呢 就会减半 那这个我们就说 因为它 这一个我们的核衰变反应 半生期是固定 就是每一次减半 所需要的时间是固定的 所以它是相当于化学上 化学上 如果说每一次减半 所需要时间固定 那化学上就把它叫做一级反应 所以这一个我们的核衰变呢 它也是相当于是化学上的一级反应 那这个介绍一下碳14的定年法 那也就碳14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生物体 包括动物植物 它体内呢 都会有碳14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能比方说植物可能会呼吸 或者是光合作用 那动物可能吃了植物 所以动植物体内都会有碳14 那这个碳14呢 它的比例是固定的 只要动物还动植物还活着 那它就可以跟我们的大器有交换 所以它的这个碳14的比例是固定的 可是当动植物死了之后 它体内的碳14就会开始逐渐减少 因为它就不会再跟外界有交换 就不会从外界又摄取碳14进来 所以它的碳14会逐渐衰变而减少 所以我们可以估计说它这个动植物它的碳14 它体内碳14的比例 然后来算它的年代 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植物 它生成了化石 那它的碳14的含量如果只剩下50% 那表示它已经经过了 因为它的这个大家稍微记一下 5730年 所以那如果碳14只剩下50% 那它就是经过了5730年 那如果剩下12.5%呢 那就是1分之1 4分之1 8分之1 8分之1 表示它经过了几个半生期 经过了3个半生期 8分之1就是2分之1的三次 所以它经过了3个半生期 所以1 2 3 3个半生期 所以它经过了17190年 这一项是碳14的应用 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集体 那有一个A 它的分解是一级反应半生期 是一级反应 所以半生期是固定的 每一次减半都是经过100分钟 那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 如果经过300分钟 那它的浓度是多少 那因为它半生期是固定的 每经过一个半生期就减半 那所以它300分钟是几个半生期 然后除以100分钟 剩下3个半生期 所以浓度剩下8分之1 那第二个 反应经过200分钟后 它的速率是最初的几倍 那你注意它 因为它是一级反应 它一级反应 所以反应速率 跟A的浓度的一次方程正比 所以如果经过200分钟 那它的浓度呢 它的浓度 它的浓度 它的浓度就 它的浓度就 经过两个半生期 所以浓度变1 4分之1 所以这一个 A 变1 4分之1 浓度变1 4分之1 因为两个半生期 所以减半再减半 变1 4分之1 所以它的反应速率 R 也变成多少 也变1 4分之1 准备 这大家可以很简单 那最后一个 A的浓度减半的时候 半生期变多少 你注意它是一级 一级反应半生期是固定的 这上面我们说 一级反应半生期 T2分之1 等于K分之0.693 这是固定的 一级反应半生期固定 所以它不论浓度剩下多少 它每一次减半 它的时间都是固定100分钟 固定100分钟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一级反应 那最后还有一题 是在跟大家讲一下 请大家看到 翻到讲义 100 大家看到130页的第10题 那我再讲解一下 130页的第10题 方程式N2O5 N2O5分解 变成NO2 跟O2 它是一个一级反应 那这个呢 可能我要先平衡一下 平衡一下 那平衡的时候呢 先平衡蛋 那平衡完毕了 那平衡完毕呢 它说这样呢 这三个 N2O5 N2O2跟O2 这三个都是气体 这三个都是气体 那 它说八个大气要的N2O5 一开始是八个ATM 那一开始 产物是没有的 它们说是写三行 初跟反应 跟幕僚 写三行 那它说 经过 它说半衰 它这个反应 是一级反应 一级反应 所以它每一次减半 谁减半呢 你注意 它现在跟你讲的是这个人 无氧化二蛋 那无氧化二蛋 那无氧化二蛋每一次减半 需要经过的时间 叫做T 那它题目说 它经过二T 那今天二T就是减半再减半 好 经过两个半升期 所以N2O5呢 我们先算一下 那它经过二T的时间 因为经过两个半升期 减半再减半 所以它应该剩下多少呢 八四二 它应该剩下二个ATM 两个ATM 那既然这样就可以开始把每一个都算出来 因为方程式的系数比 就是反应过程中消耗跟生成的比例 所以按照2比4比1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这里是消耗多少呢 原本八剩下2 所以减了6 那按照2比4比1 所以这里加12 这里加3 所以呢 这里NO2产生12O2产生3 所以经过二T时间之后 总压力变多少呢 所以PT 等于 好 根据道尔顿的分压定律 总压就是各个成分的分压盒 所以呢 2加12 加3 17个ATM 所以答案选1 好 那我们这一个3之1 讲到这里呢 就完全结束 1 1